在1996年的1月10号 一位刚刚入学不到三个月的南京大学的女生 在南大附近的青岛路失踪了 九天之后的1月19号 这名女生已经被分尸的尸体碎块 在南京闹市区的多个地点被人们发现了 这就是著名的119南大碎尸案 这些案子案发于1996年1月19号 地点在江苏省南京市 受害人是南京大学的一名一年级女生 名字叫做刁爱卿 受害人刁爱卿在96年1月10号晚上失踪 九天后的1月19号清晨 一名清洁工在南京市华桥路 发现了刁爱卿的一部分尸体的碎块 凶手为了消灭作案痕迹 把尸体加热至熟 并且切割成了超乎厂里的2000多片 抛洒在了南京市中心的附近 在案发之后 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大量警力 进行了大规模搜查 甚至曾经在案中找到是招魂查凶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凶手 其实纵观整个案件 这本来就是一起普通的凶杀案 但是因为案发地点是繁华的国内少有的大城市的市中心 受害人是特别容易引起话题的女大学生 行凶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碎尸 加之当时警方努力排查多月未果 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 这个案子于是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乃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一直作为猎奇者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二十年后再回首 今天我们就再一次重提南大案件 试着分析分析这起案子当中的疑点 首先咱们来看看受害者 这个普普通通的女生 刁爱卿 刁爱卿生于1976年3月 遇害时是南京大学古楼校区信息管理系 现代秘书与危机应用专业 专科一年级的学生 他在古楼校区学习和生活 遇害时不满二十岁 刁爱卿住在古楼校区的南院四社 这一栋宿舍楼当时人员复杂 流动性大 这一点也给当时案件的调查 造成了一些不便 刁爱卿 他是一个农村孩子 老家在江苏省江艳市 沈高镇的刁舍村 他的父亲叫刁广明 家里条件很一般 一边在家里种田 一边在柴油机配件厂做工人 刁爱卿从小据说就不会骑自行车 所以从小到大都是由他的父亲 刁广明来接送上学 父亲对他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疼爱 至于说这个刁爱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根据刁爱卿生前的好友吴小杰回忆 说刁爱卿大概有一米六五高 身材适中 长相普通 短头发 单眼皮 在嘴角的右上方 有一颗痣 说起话来 平时也是听起来嗓音沙哑 语速也是比较偏快 另外说刁爱卿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他喜欢文学 写字很漂亮 有时候会故意的把自己的名字给复杂化 写作刁爱卿 刁爱卿的这个卿 原本是青草的卿 但是他写的时候 偶尔会写成那个三公九卿的卿 给复杂化 吴小杰形容刁爱卿说 说他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像假小子 即使特别文静 特别内向 刁爱卿在宿舍里 他是睡在上铺的 总喜欢把文章放下来 在文章里边看书 或者听听音乐 他喜欢王杰 奇遇等这些嗓音 听起来有些忧郁的歌手 他常常哼唱的是一首叫做平剧的歌 他说这首歌听起来很有韵味 所以很喜欢 而且刁爱卿也非常喜欢看书 周末上街 他总会去书摊去看一看 一站就是半天 另外他跟其他同学们也都非常合得来 没有什么矛盾 只有当他的书被人借走弄丢了 破了或者皱了 周围的朋友才会发现 他正在一个人生闷记 而且以后也不愿意再把书借给这个人了 而且在吴小杰的印象里 相比同龄女生 刁爱卿显得更谨慎一些 平时他俩走在街上陌生人搭讪 吴小杰呢 总会去应付两局 但是刁爱卿 他就从来不搭理 而且还总是提醒吴小杰 要注意安全 这是他的好朋友吴小杰 对刁爱卿的回忆 刁爱卿的另外一个同学 叫潘秀丽 从小学到高中都跟刁爱卿在一起 所以对刁爱卿也是非常了解 根据这个潘秀丽回忆说 刁爱卿小学时候成绩很好 到了中学呢 也算是中等 他本人长得不算是特别漂亮 喜欢独处 但是并不张扬 朋友不多 爱憎分明 总的来说呢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而且性格有点孤僻 在1994年 这三个女孩高中毕业之后 刁爱卿 吴小杰和潘秀丽 他们就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潘秀丽比较幸运 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吴小杰直接去上班了 刁爱卿呢 复读一年之后 上了南京大学的专科 据说当时 即便在刁爱卿开学之后 几个月的时间里 这三个姑娘呢 还是会时不时的在一起聚一聚 吴小杰和潘秀丽也都觉得 上了大学之后 刁爱卿和高中时候相比 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这个刁爱卿 还是当年的那个刁爱卿 这三个女孩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到了1996年的1月7号 这一天 是星期日 是潘秀丽20岁的生日 这时候 刁爱卿也是在南京大学 在上学 因为1月7号这一天 是潘秀丽的生日 所以他当天就约了刁爱卿 还有其他的几个老同学 一块聚餐 这一天 刁爱卿跟往常一样 还是没怎么说话 当天晚上跟潘秀丽 同住了一宿 第二天就回到了南京大学 这本来是一次很开心的聚会 但是让潘秀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 却成了他和刁爱卿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在潘秀丽生日聚会的三天之后 1996年1月10号 这天晚上 刁爱卿在吃完晚饭之后 独自一个人外出散步 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外出散步呢 据说是因为当时同宿舍的一个女生 违反学校规定 使用了电器 导致担任宿舍长的刁爱卿 也跟着一起受到了处罚 他因为这个事 心情不太好 赌气 一个人外出散步去了 但是让一个宿舍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次外出散步 却让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过 刁爱卿回来 当时刁爱卿在离开时 还先铺好了自己的被子 似乎表明 他一开始并没有外出的打算 准备躺下睡觉了 目击者最后看见刁爱卿的地点 是在南大附近的青岛路 他当时穿着红色外套 从他的装束来看 也没有任何异常 后来在刁爱卿失踪的九天之后 1996年1月19号 一场大雪过后 刁爱卿的尸体就被人们发现了 当天早晨 一个在附近的华侨路 清扫大街的老太太 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打开袋子 他发现在里面装着500多片煮熟 而且马放整齐的肉片 看到这些肉 一开始老太太以为是猪肉 还拿回了家 回家之后 打开袋子仔细的清洗 结果在清洗的过程中 发现了三根手持筒 这一下子 把老太太吓个半死 赶紧就报了警 随后没多久 在水左岗路和龙王山 有陆续的有人发现了尸体 剩下的部分 这些尸体都被包在提包和一条床单里 最令人震惊的是 尸体在被煮熟之后 总共被切成了2000多片 刀工十分精细 马放十分整齐 您各位不妨想想 身高一米六五 体型适中的姑娘 大概也就是100斤左右 把这100斤的姑娘 切成2000多片 这么算下来 一片应该也就只有25克左右 那每片的大小呢 也就咱们平时吃的红烧肉那么大 把一个活生生的人 给煮熟之后 再生生的切成2000多片 这种残忍的行为 让每个人都寒毛之力 刁爱卿 他只是一个从苏北农村 刚刚来到南京的年轻少女 很难说有什么仇见 亦或是情敌 也没有多少积蓄 因此凶手的作案动机 也就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了 另外对凶手的这个作案手法 许多人也表示质疑 他们认为碎尸 仅仅是凶手 为了毁灭可能存在的线索与证据 而进行的一道工序 而且凶手一定是擅长 屠宰烹饪或者医术 心理素质也一定非常好 不然不可能把人煮熟 又切成这么多片 当时南京市的刑侦团队 在全国可以说是鼎鼎有名 非常厉害 我们之前在很多案件中 也都涉及过这个南京的刑侦团队 但是即便如此 南京的这个法医 也被凶手的做法所震惊了 在建国之后 还没有一起碎尸案 能够做到如此的地步 而且碎尸块术之多 手法之熟练 就算是普通的法医 也绝对没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 和技术能力 由此可见凶手的残忍 与超强的心理素质 2008年的7月1号 曾经有一位记者 几经波折 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过这起案子侦查的警官 虽然08年 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12年 但是这名警官对于碎尸案 仍然是记忆深刻 在接受采访时 他说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虽然我办过不少案子 但是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案子 凶手确实很残忍 我们发现的尸体 它的尸块 竟然达到了2000多块 并不是传说中的 只有一千多块 而且每一块都切割的很小 很整齐 而且每一块的形状 几乎还都一样 从凶手碎尸的这个手法来看 应该也是比较专业的 对解剖知识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当时亲眼看到了死者的手脚 可以看到 肢解的是非常整齐 而且死者的头和一些内脏 还都被煮过 由于在96年 当时还没有DNA技术 所以当时法医 只能通过尸块上的体毛特征 肌肉纤维组织等等这些特征 来确认死者是女性 但是仅仅确认了死者的性别还不够 还得知道这个死者的身份 但是这个尸体已经被切成了这么多块 尸体损害是十分严重的 根本就无法辨认相貌 所以当时也一度无法确定身份 不过比较值得庆幸的是 当时女大学生之间 他们的关系还都非常好 互相也很关心 刁爱卿的几个室友 看见他几天都没有回到宿舍 就立即向老师汇报了情况 好在当时这个老师 他的社会阅历也比较丰富 他认为一个刚入学的外地女生 突然就失踪了 怕是凶多吉少 于是就立即联系了学校保卫处 南大保卫处在得知情况之后 就联系了刁爱卿的父亲 在确认了刁爱卿没有回家之后 他们立即就报了警 另一方面 由于始终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所以警方被迫在一些媒体上 也刊登了这些消息 在得知南大刚好有女生失踪之后 警方就立即组织了刁爱卿的室友 前来辨认尸体 其实当时警方也是很有顾虑 因为尸体毁坏的非常严重 被切成这么多片 就算是一般的医生 估计也不敢来看 更不要说几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 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刁爱卿 平时的性格温和善良 人缘不错 几个室友对他也都是相当喜爱 听说他有可能遇害了 也都是极为悲痛 于是此时几个女孩出于悲愤的心理 居然就鼓足勇气敢于来辨认尸体 但是光有勇气还是不行的 三个女孩刚刚走到停尸房的门口 其中一个女生立马就被吓得双腿发软 直接走不动路了 只能是留在门外休息 剩下另外两个女生咬着牙走进去辨认 其中一个人刚看了一眼 就由于过度恐惧 尖叫一声之后 直接虚脱了 被警察给扶了出去 最后一个胆子最大的女生 勉强看了两眼 随即也冲出房间 弯腰剧烈呕吐起来 但是幸运的是 这个女孩仍然是辨认出了刁爱卿身上的一些重要的体貌特征 从而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 但是呢 遇害者身份的确认并没有让这个案子变得明朗起来 由于遇害的人 是一个刚刚到南京的女孩 一无亲戚 二没有新认识的朋友 三连稍微熟悉点的人都没有 她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几乎是零 根本无法通过一般的办案方法来找到凶手 警方在同时也对刁爱卿的同学 好友进行了排查 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 几乎瞬间就排除了嫌疑 到这儿 警方实在是无奈了 只能是发动群众 希望能够有人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根据当年参与过办案的民警回忆 当年南京警方 为了侦破这起案子 发动了人海战术 进行了大范围的细致的排查 可以说 当年南京几乎所有的警察 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这起案子 有的是被抽调到了专案组 直接参与 更多的是在所辖区域内进行排查工作 从而参与到了这起案件当中 警方研究发现 当年凶手抛尸的地点 大多是集中在闹市区 多达五六个地方 而且大多呢 都在垃圾里 所以当时凡是在抛尸现场出现过的人 只要是倒过垃圾的 甚至是靠近过这些垃圾桶的 警方都会逐一的进行排查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嫌疑人 警方也生怕漏掉每一条线索 而且根据凶手的抛尸地点 以及相关的调查情况 警方推测 凶手应该就是住在这个大学校园的附近 而且很有可能是骑着自行车来进行抛尸的 当时根据凶手的这个碎尸手法 南京警方曾经一度认为 凶手他的职业应该是医生或者屠夫 并且对当时符合作案条件的 这两种职业的所有人进行了全面的排查 但是呢 没有任何结果 后来警方又经过各种渠道的情况汇总 又扩大了排查的目标人群 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面对这起残忍的案子 当时南京警方可以说是高度重视 要不也不可能调查南京所有的 有可能是嫌犯的这些人口 另外当时警方还成立了专案组 进驻了南京大学 当时南大附近几乎所有的居民 全部都受到了盘查 气氛一度是紧张到了极点 后来是直到案发的三个月之后 这个专案组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这才撤离了南大校园 由于当时怕这个案子公布出来 会引起市民的恐慌 所以一开始警方对这个消息都是全面封锁的 一时间也都没有人知道有这个案子发生了 直到是后来因为一点线索都没有 而且当时尸体的身份也不知道 所以警方无奈才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认识启示 透露了一点消息 当时在这个南大校园内 先是有小道消息流传着出现了这个案子 随后才正式的贴出了被害女生刁爱卿的照片 据说当时校园内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调查 还要提供事发当晚不在现场的证据 当时媒体也报道了相关的新闻和批示 在警方的一些悬赏通告里 也公布了涉案的几个提包和一条印花的床单 都是包裹尸体来用的 希望市民们能够提供线索 但是长久下来 限定破案的日期过了 这个案子呢 却是毫无进展 没有任何线索 也没有任何人证 以及物证 限定破案的日期过了 案子始终没有进展 再加上当时警方对这起案子的情况 也没有过多的公布 怕引起市民的恐慌 所以这个案子呢 就这么沉寂了12年之久 直到2008年5月28号 距离案子已经过去了12年 在百度贴吧 突然有人就建立了一个刁碍青板 这个贴吧的第一篇帖子内容只有一句话 写着真的好想你 希望你过得很好 很快没多久 这个贴吧就被人们发现了 而且贴吧的建立者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诸多猜测 不过不久之后 这个贴吧就被官方删除关闭了 后来还有人专门查询了这个贴吧建立者的 他的残缺的IP地址 得知是在德州地区 或者说呢 是在山东省内 这贴吧被删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并没有这么消沉下去 在半个多月之后 到了2008年的6月19号 晚上9点49分 在天涯社区出现了一个帖子 名叫关于南大碎尸案的一点想法 作者ID叫做黑弥萨 这个人以极其缜密的语言 对凶手的相貌 性格 作案手法和动机 甚至是心理活动 进行了极大篇幅的描述 整篇文章 行文严谨 连标点符号都运用的非常精确 推理非常非常的谨慎 不过黑弥萨的这篇文章 在发出来之后 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估计也是因为当时天涯还比较火 新铁子层出不穷 很快就被刷下去了 而且当时人们对这起案子呢 了解也不是很多 但是在第二天 6月20号下午2点12分 有一个用户 ID叫做很多的 他对黑弥萨的这个文章 进行了长达几千字的一个分析评论 甚至长到分三次才回复完 他的这番评论 从多个角度 对黑弥萨的用词 某些语言细节和写作历程 进行了分析 言语之间的强烈暗示 黑弥萨与案情有关 那自此之后 这期尘封了12年之久 带有惊悚悬疑色彩的案子 他的热度就开始不断上升 在天涯社区 不断的出现跟这些案子相关的讨论 尤其是黑弥萨的帖子 备受人们的关注 下面评论区里 有不少人都怀疑说黑弥萨就是凶手 对这篇帖子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再去天涯 再找一找这个帖子 写的的确是很详细 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会提到的 几个关键人物的言论 其实这个帖子在当年还被删除过 不过后来又被恢复了 还被锁定了一段时间 也可以通过这个帖子 看到发帖人黑弥萨的主页 截止到我整理这些内容的时候 发现黑弥萨最近的一次登陆日期 是在今年的7月22号 不过通过主页能看到 他以往的发言记录呢 都不是很多 时间间隔也很长 估计他也不经常登陆这个天涯社区 好 咱们接着说回到黑弥萨的这个帖子 紧接着到了08年的6月23号 又有一个备受关注的天涯用户出现了 他的ID叫做WCAT666 这个昵称呢 非常奇怪 是由字母和数字来组合起来的 咱们来看看他这个昵称 有三个数字666 这三个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说666 这是一个调侃的词汇 形容说有人办事办得溜 有时候呢 是保义 有时候呢 是贬义 但是在当年的08年 当时666这三个数字 还没有这个用法 在当时666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数字放在一块 在圣经里面 指恶魔 撒旦 和反基督教者 反正呢 不是什么好词 而且人如其名 这个WCAT666 他在帖子里的留言 都明显的带有交流黑暗杀戮的快感 和体验 看起来让人是毛骨悚然 在同一天 也是08年的6月23号 还有一个人 ID叫做爱金属的女孩 他在黑弥萨这个帖子里 也留言评论了 是这么说的 说这不是一个人做的 这是一个小圈子里的秘密 这句话说明 这个爱金属的女孩 也许知道内幕 那至此 出现了三个重要人物 分别是黑弥萨 很多的和WCAT666 这三个人呢 就成为了当时网友们调查和怀疑的一个重要目标 那至于这三个人 他们身上都有什么疑点 为什么引来了人们如此的关注呢 民间对这起案子又有什么调查结果 以及民间对这起案子 他真相的猜测又都有什么呢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简单介绍了 119南大碎尸案案发之后的情况 凶手手段凶残 把尸体煮熟 并且切成了2000多片 警方大范围排查 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时间久了 上级限定的破案期限也过了 案子呢 还是没有进展 之后这起案子就这样沉寂了12年 南大碎尸案在天涯社区又突然火了起来 并且伴随着出现了三个关键的人物 分别是黑弥萨 很多的和WCAT666 他们都对这起案子展开了细致的分析和刻画 而且伴随着这股热潮 在民间对南大碎尸案的关注度也在迅速的上升 不过在黑弥萨的帖子出现了仅仅一周之后 到了6月27号 天涯社区里面所有关于这起案子的帖子 突然全部被删除了 后来在28号有过短暂的恢复 但是没过多久 又再一次的消失了 当时天涯社区的执行总编宋征承认 说删除帖子是应警方要求 但具体情况不能对外说 因为有些事情不太方便解释 这一番话呢 又一次的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虽然帖子是被删除了 但是人们对案子的关注度却丝毫不减 由于之前出现的黑弥萨 很多的和WCAT666 这三个人对案子的分析和凶手心理的描述 不可谓是不到位 非常非常的缜密细致 所以当时在网络上 有很多人都认为 说这仨人很可能跟这起案子有所关联 有些网友甚至已经开始人肉这三个人 想要调查他们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 人们也发现了有关这三个人的更多的可疑之处 首先咱们来看这个很多的 很多的他在自己的博客文章里 曾经写出过这么一句话 初夏的南京天亮的很早 老张从小巷子里晃出来 按习惯坐到瑞阳街路边的一个早点摊子上 要了一碗雪菜肉丝面 然后悠闲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二锅头 摆在桌子上 等待老板把早点端上来 在这里 这句话里出现了雪菜肉丝面 这种南京特有的地方小吃 南京是哪 就是南大碎尸案的案发地 他能这么写 说明他对南京有一定的了解 甚至有可能就是南京本地人 接着咱们再看WCAT666 在他的文章里面 也提到过这个雪菜肉丝面 而且他写下的这个文字 犹如是亲身经历一般 心里描述绝非常人所能及 他原话是这么写的 为什么要切成一千多片 为什么要把内脏和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只能说你们想的太复杂了 很简单 因为享受啊 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正如读最喜欢的小说 舍得一口气全部读完吗 正如吃最爱吃的雪菜肉丝面 舍得一口气都吃光吗 整个过程 那气味带着一丝丝血腥 一丝丝凉风 有点点腥 还有点点甜 那灯光 因为前两天日光灯坏了 有一根还没有修好 只剩了一根 这一根用的时间也很久了 灯丝总是暗暗的 另外一根或许是接触不好 忽明忽暗 总发出嘶嘶声 让每个手势都被放大了 虽然带来的阴影不那么方便操作 但是却增加了另一种快感 潮潮湿湿的地方 没有看时间 很久都没有代表的习惯了 但是室外的宁静和黑暗 偶尔晃过的人影 正是有点点的兴奋 在这段话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他非常细致的描写了一个人 分解尸体时他的心路历程 而且在这里面 他也提到了这个雪菜肉丝面 这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提到过的 一个南京的特色小事 后来有网友还发现 其实早在08年的6月9号 在贴吧建立之前 半夜1点12分 很多的曾经回复过一篇帖子 描述了一个性格诡异的怪人 他的回复是这么写的 每次杀完人 都要对尸体说一句 再见 后面是对方的名字 平时手总是塞在裤兜里 能不用就不用 如果要开门的话 最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进 每到一个地方 一定要租三套房子 不然就不习惯 并且有一套一定要合租 这样可以不带钥匙 每次听到有人说不杀女人 都要当场回一句 神经病 从来不喝牛奶 也从来不把武器放在提琴盒子里 从来不带面具 居住的环境 上楼下楼什么的 一定要记住有多少急 并且记住有多少步 保证在黑暗里 也能够行动自如 每到一个地方 一定要最先看看 那里有什么大商场 并且记住所有出口 在楼底下 一定会放一辆旧自行车 并且永远不锁 如果被偷了 就抓紧时间再买一辆 不过因为是旧的 所以从来没有被偷过 看到稀奇古怪的帖子 总是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回复 从他写下的这段文字里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很多的 他能够切中要害的 很注意细节 而且还有点津津乐道 或者颇有赞赏的感觉 他并没有对这种行为 有任何的鄙夷色彩存在 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 自我欣赏的表现 那根据他的这些言论呢 人们就认为 这个很多的肯定存在问题 这三个人的言论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 应该是绝对不会写出 这么奇怪的内容 就好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 所以呢 才能够写得这么透彻 当然即便是有这样的人 应该也是非常厉害的 之后针对他们的这些言论 有网友就分析了 他们的发帖ID 以及帖子内容 认为这个很多的和黑弥撒 应该是同一个人 当然还有人认为 说很多的和黑弥撒都有军方的背景 可能是高干子弟 而至于他们发帖的动机 应该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成功 那在这种说法里呢 黑弥撒和很多的 显然就成为了凶手 那出于对这三个人的怀疑 有些网友就专门人肉了这三个人的信息 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 首先黑弥撒 他的父母是医生 96年的时候 在上初中 年仅14岁 家境富裕 有车 居住在南京 喜欢重金属音乐 有一个有共同爱好的小圈子 小圈子里 有很多是年龄相仿的不良少年 他们都留披肩发 抽烟 纹身 被学校开除 等等等等 不过这些消息呢 毕竟都是网友搜集 所以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呢 我们也不好把握 如果是真实的 那说明他应该是一个不太着调 喜欢重金属音乐的一个不良少年 案发时 他正好14岁 今年应该是34岁 另外还有很多的 对于他的资料呢 搜集到的不多 真实性也不太好把握 网友们的结果是 很多的是江苏南京人 案发时 大概有三四十岁左右 跟黑弥萨和WCAT666应该认识 那第三个人 WCAT666呢 由于前面他们说的血菜肉丝面 人们联系到 很多的和这个WCAT666应该都是南京人 很有可能是朋友 相互认识 有着共同的爱好 甚至是有共同的秘密 以上 这是网友们人肉道的有关这三个人的资料 至于说这些资料 他准不准确呢 后来有媒体曾经专门采访调查过 媒体表示 警方曾经接触过黑弥萨 黑弥萨的父亲是一名警察 并不是医生 他本人是1982年出生 案发时只有14岁 今年应该是34岁 这个年龄上 跟网友们的人肉结果还是一样的 另外 他是南京人 法学专业出身 曾经在法院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过 现在在一家银行工作 警方的结论认为 说黑弥萨在天涯社区发帖 其实并没有恶意 对案情的分析 也大多是主观的猜测 可以说呢 他还是一个很热心的人 可是尽管如此 尽管警方是这么说了 但仍然有些网友认为 这几个人都是高干子弟 对媒体和警方施加了影响 况且分析的如此透彻 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不可能是一个当时只有14岁的孩子 能够写出来的 所以很多网友对这个结果 其实也是不认同 就在网友们的讨论 逐渐消沉的时候 在08年的7月4号 一个ID叫做道鸿轩主人的网友 又一次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之所以引起关注 是因为他从一个山东的小城出发 乘坐了七个多小时的汽车 奔赴南京和江燕 目的是寻找刁爱卿的父母 并且自飞调查这个案子 对这位专程来调查的普通网友 在家里上班的刁广明并没有戒心 他满怀热忱的和道鸿轩主人 聊起了案子的情况 但是好景不长 聊了没多一会儿 随后出现的刁爱卿的姐夫 却怀疑起了这个道鸿轩主人的身份 认为他是图谋不轨 于是江燕警方很快 就把道鸿轩主人给带走了 而且他在江燕市的派出所里 一号就号了一下午 在派出所 道鸿轩主人被检查了身份证 询问了家庭情况 采集了掌温和血压 警方还不厌其烦的上网搜索了他的网名 留下了询问笔录 后来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道鸿轩主人愤懑的说 一个普通的公民去见一个受害人家属 随便聊聊天 凭什么要被审讯 比如我家附近有人被害了 我去询问情况 这难道不行吗 而对于道鸿轩主人的遭遇 派出所的解释是 农村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 刁爱卿是一个守规矩的小女孩 重提此事呢 可能会让受害者家属再一次勾起伤心的回忆 对他们造成一些伤害 但在道鸿轩主人看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么恶劣的案件一直都没有破 对死者没有任何交代 家属如何能安心呢 凶手至今逍遥法外 社会安全如何保障呢 百姓们心中的疑惑又该如何搁置呢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针对这起案子 后来道鸿轩主人还参与了法国电台的采访 后来他在博客里 还公布了这次采访的录音链接 希望知情人士能够和自己联系 找到有关这起案件的更多的线索 在这一部分 我们提到了四个人 分别是黑弥萨 很多的WCAT666和道鸿轩主人 这里边前三个人 网友们始终认为 存在着莫大的嫌疑 从他们的言论上来看呢 也的确是比较古怪 这其中嫌疑最大的 莫过于WCAT666和很多的 从他们网络上的种种交流来看 两人也很有可能认识 网友们针对黑弥萨 很多的和WCAT666 针对这三个人的人肉搜索 虽然也查找出来了诸多疑点 但也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而且这些怀疑也仅仅只是停留在猜测阶段 依据呢 也仅仅只有他们在网络上所发表的言论 至于这三个人跟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们其实呢 还是不得而知的 那说到这儿 有人就会问了 如果他们不是凶手 那真正的凶手又会是谁呢 当然了 民间的调查并不会只针对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三个人 在对案子的分析过程中 有人也指出了很多其他的疑点 以及他们所挖掘出来的一些可疑的事实 首先盗洪轩主人就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推测 他认为被害人刁爱卿当晚提前把被子铺好 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被害人跟凶手肯定是认识的 凶手应该是刁爱卿十分信任的一个人 绝不是偶遇的投缘的陌生人 刁爱卿在当晚可能觉得 等自己约会再回来应该就很晚了 所以他提前铺好了床 或者准备直接去凶手的住处留宿一晚 很有可能凶手就是被害人所倾慕的对象 有当初在南大的学生回忆说 说被杀的女孩失踪前曾经和同学们说过 说自己最近认识了一个作家 那大概这一点呢就是唯一的一条线索了 所以当时全校的女生都被警方询问过 问有没有一个自称是作家的人来搭讪过你 那这一点的确就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出于对这些消息的判断 到鸿轩主任认为 破案线索在当时来说肯定是有的 警方应该是也已经发现了 当年的公安局局长既然能说出不破案 就不要乌纱帽 六月底肯定能破案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线索 甚至是已经有了凶手的大概范围 只是在后来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 有了某些阻力 所以最后破案的期限过了 也不了了之了 甚至有人在案中爆料说 说此事攸关高干上层人士 所以案件最后是不了了之 另外还有人指出 说为什么在96年案发时 警方封锁消息没有进一步的侦查 非等到12年后08年才再次的浮出水面呢 有网友回答说 是因为某军区的支持 说凶手是军方某个高层的亲戚 当年信仰邪恶 势力庞大 警方不敢追查 至于为什么08年这个案子再一次被翻出来 是因为08年军区新提拔了一批少将 这些新势力为了打压竞争对手 所以才又把这起案子给翻了出来 暗示这个案子和对方有一定的关系 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互相摆平了 这作为他们竞争的一个手段 那在这个说法里呢 黑米萨很多的 还有这个WCAT666 至少这个黑米萨就成了当时这个这些高干的棋子 当然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咱们也不知道 那除了这些 不仅仅是在网络上 在民间 这起案件销声匿迹的几年里 仍然或多或少的 有人在提及甚至透露这个案子的相关信息 据说某位江苏省公安厅的官员 在被询问这起案子的时候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 别问这么多 这个案子以后不许再问 也不要去研究 另外江苏司法学院的一位教授 在上课讲话时 也说过一句奇怪的话 他说 有些人可以一手遮天 甚至是1996年南京大学的碎尸案 这两句话呢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人们就想 这两个人会不会知道一些 有关这起案子的内幕呢 另外人们还发现 有一位叫做王大进的作家 曾经在98年的收获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叫做纪念物的中篇小说 小说里写到的碎尸案 与刁爱卿案是极其相似 道鸿轩主人当时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也在自己的博客里描述了一个作家身份的凶手 强奸了崇拜他的刁爱卿 并且把他残忍碎尸的过程 道鸿轩主人甚至直接指出来 说王大进很有可能就是知情人 当然这个怀疑呢 我们认为应该是比较担保 毕竟一个作家因为一篇文章 就被怀疑是跟案子有关系 的确是也不太能支撑得住 后来王大进也承认 在案发当时他曾经在南京大学的作家班学习 他本人也的确是以这个案子为灵感 才创作了这个小说 后来艺术创作作家周浩辉 在他的作品死亡通知单宿命中 也以这个案子为原型 做了艺术加工 书里同样也描述了一起多年未破的碎尸案 并且其中的很多细节和南大碎尸案非常非常相似 因为之前在线索里曾经就提到过 说刁爱卿在被害前曾经声称自己认识了一个作家 而王大进和周浩辉这样的人正好就是作家 所以在当时就成为了人们新一轮的怀疑对象 但是就跟人们怀疑黑弥撒一样 这些怀疑同样只是基于他们的文字 并没有挖掘出更进一步的更具体的证据 所以这些怀疑的言论也就仅限于在网络上流传 并没有太大的根据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细心的人专门研究了一下 刁爱卿他遇害时的背景 认为这个背景呢似乎也能够反映出一些问题 刁爱卿案案发是在1996年 当时南京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一次下岗浪潮 那伴随着这股浪潮就有很多不和谐的事情伴随着发生了 刁爱卿当时在南京读大学 所学的专业是现代秘书与计算机应用专业 计算机当时还没有普及 伴随网络产生的社交平台也还很不成熟 知道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当时除了学计算机的学生之外 一般的年轻人对电脑的接触并没有多大兴趣 也非常少 人们对电脑的兴趣程度甚至还不如一台CD机更有吸引力 而刁爱卿这样的一个计算机专业的普通的女生 她相貌平平 性格又内向 她究竟是接触到了一个怎样的社交场合 接触到了一些怎样的人 又或者是接触到了哪一类的社交圈子呢 黑弥撒的帖子里 爱金属的女孩当时留言说 说这是一个小圈子里的秘密 我们联系当时的背景来看 这肯定不是一句空话 所以问题就来了 所提到的这个圈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圈子呢 是单纯的社交圈子 有着共同爱好者的圈子 还是朋友圈子或者老乡圈子呢 事情的真相 或许就隐藏在这个小圈子当中 那以上我们说的这些 就是民间对这起案子各个方面的分析和推测 此外民间还提出了几个对于案件结果的猜测 总共有四个版本 那我们在这呢 就一起来整理一下 刚刚我们在末尾提到了小圈子 这就涉及到了民间最早流传的两个案件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认为 刁爱卿的死是吸毒致死 早在90年代初期 当时的重金属音乐圈子 大多都是颓废的干部子女 尤其在北京还有南京 这样的大城市是非常常见的 从网友们对黑弥萨的调查来看 黑弥萨呢 就是这些圈子里其中的一员 那既然他是这个圈子里的一员 我们就假设黑弥萨的帖子说的是真的 他这里边说了 说玩重金属摇滚的一般都吸毒 吸毒过量呢 那就肯定会死人 尤其是初次或头几次吸毒的 于是就可以推测 刁爱卿是通过他的那个所说的作家 误入了这个禁区 在狂欢的时候注射毒品过量 不幸死亡了 刁爱卿吸毒死了 大家没有办法 于是呢 就决定分尸抛尸 而且因为这个分尸和抛尸 不是一个人进行的 是好几个人共同做的 所以地点呢 都是一南一北 四处都有 那事情呢 也许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第一种版本 说他是吸毒之死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版本 说是黑弥萨的活人祭祀仪式 这儿这个黑弥萨呢 我们指的不是在天涯发帖的那个人 黑弥萨是什么意思 相信大伙都知道 这是一种给恶魔撒旦祭祀的仪式 当时在天涯社区 网友们猜测黑弥萨就是凶手 这个古怪的昵称呢 估计也是占了一部分原因 自从在世界上有了撒旦教以来 这个黑弥萨仪式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到当年的二十世纪末 更是愈演愈烈 九六年案发正好就是二十世纪末 当时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教徒 习惯在黑弥萨仪式上吸毒 并且播放一些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经常会把撒旦教 和重金属音乐放在一起说的原因 在我们的中国当时 也有很多这样的小团体存在 那一旦这些教徒在仪式上 陷入了这个疯狂癫狂的状态之后 他们就会变得跟禽兽没有什么两样 杀活人向撒旦祭祀 仪表忠诚 这样的行为也是十分常见的 所以这个版本呢 可以说就是前面那个版本的加强版 认为刁爱卿在这里是被献祭了 所以后来呢又被分尸 又被煮熟 在四处抛尸 那以上这就是早期的 有关重金属圈子的两个版本 再到后来 人们对这起案子掌握的信息更多了 就又出现了两个新的版本 网友们普遍认可的可信度比较高的版本 也就是这两个版本 我们来看这两个新的版本 其中第一个版本 咱们说这个版本 首先要先看一则案发时播出的新闻 1996年1月19号 黎介寿院士再次成功的进行了亚洲第二例 人体液体小肠移植手术 使南京军区总医院成为全世界能够进行这种移植手术的 9个国家中的24所医院之一 是亚洲地区唯一能够施行这种手术的医院 这则新闻看似跟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关联 但是细心的人发现了一个疑问 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引起了一些联想 在96年90年代 在当时获取医学实验器官是很难的 而在刁爱卿的案子里 人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 在这个案子的描述中 说最后他的衣服和肠子都被叠得整整齐齐 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凶手对肠子的敬畏 而且还有良好的医学习惯 可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 那根据这两点 很多人们就猜测 说刁爱卿被碎尸 会不会跟这类实验 跟这个军区医院有所关系呢 而且据说 当时调查在查到军区医院的时候 整个调查就戛然而止了 这个医院的地点在哪呢 在南京中山东路305号 当时案发的时候 这个医院里都有谁呀 人们调查出来 发现在这个医院当时有黎氏三兄弟 黎氏三兄弟又是谁呢 学医的朋友估计知道 分别是黎敖 黎介寿 黎磊石 三个同胞兄弟 这三个人都是著名的医学专家 在医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说后来没多久 这三兄弟里其中的一个 就因为精神压力过大 而跳楼自杀了 那根据这些线索 有人就推测 说当时这个刁爱卿的死 肯定跟这三个人 其中一个人 或者跟他们仨 全部都有关系 所以后来有一个人 因为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 而跳楼自杀了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我查了一下 这三位医学专家的生平 目前已经去世的 有黎敖和黎磊石 一个是99年去世 一个是10年去世 其中黎磊石 是在10年3月21号 跳楼自杀的 那跳楼自杀的原因 官方的说法 是癌症病痛的折磨 因为之前 他已经身化癌症 十年之久了 可以说是病入膏肓 在临死之前 肯定是非常痛苦 而且还有一点 需要注意 黎磊石 他是研究肾脏治疗的 研究小肠的是 黎介兽 所以从这些资料来看 这个黎磊石 他的确是自杀的 但是真相 是否跟那些人猜测的一样 这个我们还不能够随便的定论 因为这其中 未知的东西 还有很多 矛盾点 也有不少 这是后来出现的 第一个新的版本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版本 这第二个版本 相对来说就有点意思了 说警方其实在1996年 就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但是因为涉及到了 南京军区的高层 所以被迫的放弃了调查 这也是08年 有关这起案子的文章 迅速的被封锁和谐的原因 但是这个说法呢 除了自称是知情人士的 刁爱卿的校友之外 没有其他的确凿物证 这位知情人士透露说 这起案子的嫌疑人 是一对年轻的夫妇 其中男子是高干子弟 从小到大 都住在军队医院的大院里 他的妻子是军医 在军队医院里面工作 这个男子呢 学的是中文 但爱好重金属和歌特 他有一个固定的神秘的朋友圈子 这个男子因为爱好音乐 经常的跟圈子里的人来回的聚会 并且经常熬夜写作 于是在南大附近租了一套房子 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刁爱卿 逐渐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男子的妻子 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 逼男子和刁爱卿断绝关系 但没有成功 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 这个妻子从医院里搞到了毒药 毒死了刁爱卿 刁爱卿在死亡之后 夫妻二人很惊慌 就在这时 很多的登场了 这个很多的和这个男子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 都爱好文学 关系很亲密 很多的就给他们出主意 说可以分尸啊 并且亲自参与了分尸过程 同时这个男子圈子里的很多人 也都一起参与进来 帮助寻找工具 分尸和抛尸 而尸体的头颅被开水煮过 就是为了掩盖毒死的痕迹 那针对这个说法 据说当时南京公安局 其实已经接近破案了 但是男子的父亲非常厉害 当时是中将级别 他为了挽救儿子和儿媳妇 动用关系 把这件事呢 就给压了下来 事后为了躲避风头 这个男子出国 后来夫妻离婚 在离婚之后 这个妻子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 于是他尝试 开始用不同的方法来赎罪 据说现在依然在那个医院里工作 而后来这个黑弥撒 就是在天涯发帖的这个黑弥撒 因为喜欢重金属 也参与到了这个小圈子里 得知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他还年轻 血迹方刚 所以在当时就有了一个公开的冲动 于是就在网上发帖引导 这也可以解释 当时在帖子里 很多的和黑弥撒 呈现对立关系的情况 但是这一点呢 也有一个小细节 我们不太好理解 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在得知了 这个夫妻二人杀人之后 还要把这个圈子里 更多的人一同拉下水呢 这一点呢 有点不符合常理 我们也不知道 在内部是不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情况 总之以上这两个 就是最新出现的两个版本 那其中我们刚刚说的 这第二个版本呢 人们关注的所有人物 几乎都在其中 因而也是人们最认同的一个版本 但是这个版本呢 它也仅仅是来自于 一个所谓的知情人士的一家之言 加之人们对这起事件的一些简单的推测 具体事实是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不得而知的 说了这么多分析 又说了这么多可能的 人们民间推测的版本 到最后 咱们来聊一聊 几个月前突然就活起来的 有关南大碎尸案 超过了20年追溯期 正式成为悬案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怎么活起来的呢 事情发生在今年的1月19号 1月19号这一天 微信公众号老南京 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 20年前轰动一时的南大碎尸案 今天起正式成为悬案 这个文章列举了一些法律条文 指出今年1月19号 南大碎尸案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超过20年期限的案子将不再追溯 杀人凶手或将就此摆脱法律束缚 这个说法当时一出来 立即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人们纷纷表示 当年的杀人魔现在已经挣脱了束缚 又要无法无天了 在网络上引起了渲染大波 当时在我们的群里 也是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 伴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 很快公安部的相关人士就出来澄清了 说这个20年追溯期是针对未被发现的犯罪 比如说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这个案子如果过去了20年都没有人来报案 那20年之后这个案子再报案也就没用了 而对于已经发现的犯罪 以及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 不受这个追溯期限的限制 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好理解 我们把它具体到南大碎尸案 杀人凶手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那肯定在被抓住之后 肯定会被判无期或者死刑 如果这个案子当初没人知道 公安机关也没立案 那么到现在的确是超过20年了 的确就超过了刑法的追溯实效 凶手可以理所当然的逍遥法外了 那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一起命案发生之后 杀人凶手把尸体藏了起来 没人报案 公安机关也不知道 因而就没有立案 只有这种情形才适用于 这个20年的追溯实效 但是南大碎尸案 它不是这种情况 南大碎尸案是这几年以来 影响最巨大的案子之一 公安机关在当时 就已经立案侦查了 虽然到现在是过去了20年 案子还是没有侦破 但并不意味着 这起案子已经超出了追溯实效 如果公安机关又有了新的线索 即便是已经过去了30年50年 抓到凶手以后 也必须绳之以法 对于公安检查 国安等国家司法机关 已经掌握了线索立案侦查 或者法院受理案件之后 凶手逃脱的 并不受这个追溯实效的限制 凶手即便是藏得再久 只要被抓到 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是一个常识 很明显 南大碎尸案 它不适用于刑法设定的 这个20年追溯实效 即使是40年后 100年后查到凶手 一样也要生之以法 当然了 凶手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我们先暂且不谈 所以呢 在这一番澄清之后 最初发布文章的公众号 那个老南京 就已经把这个文章给跟着删除了 这个风波呢 才算是过去了 但是虽说一直是在侦查 但这个案子到今天 也已经过去了20年06个月 线索呢 还是原来那些 似乎是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破案还是遥遥无际 但是无论如何吧 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案子呢 能够早一天的被侦破 给刁爱卿和他的家人们 一个交代 好 南大碎尸案 咱们就说完了 好 咱们下期再见吧